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大选新罕布什尔初选 川普批民主党移民政策 挑战惊人巨浪 世界顶级冲浪者齐聚葡萄牙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球新闻 周二 世界卫生组织 正式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命名为COVID-19 并建议全球将该病毒视为头号公敌 We now have a name for the disease And it is COVID-19 谭德塞表示 对这一新病毒的命名 不能涉及地理位置 动物 个人或人群 既方便发音又与疾病相关 正式命名之后 就可以避免使用不准确或污名化的名称 并为今后可能出现的其他冠状病毒 提供一个标准的启明格式 在新命名中 字母CO代表冠状 VI代表病毒 D代表疾病 19代表病毒是在2019年被发现的 谭德塞认为 现在已经有了许多基本的卫生干预措施 可供各国实施来防范病毒的扩散 而针对这一病毒的疫苗 渴望在18个月内正式上市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 中共再次通过钟南山 对新冠肺炎的疫情拐点进行预测 试图为企业尽快复工做铺垫 与此同时 国际社会对疫情的重视却与日俱增 周二 已对疫情拐点做过多次预测的 中共防疫专家钟南山再次改口 称疫情的拐点将在2月中旬或下旬出现 钟南山做出这一新预测的依据 是过去一周来 中共官方的数据显示 湖北省以外的地区新增确诊病例 已呈下降趋势 但不少分析指出 大陆各地连日来不断推出严厉的封城措施 还有许多城市开始兴建大规模的方舱医院 上海甚至开始建造护板小汤山医院 都显示各地的疫情正在升级 与不断下降的新增病例数字明显不符 加上中共已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 因此分析认为 习惯对数据作假的中共 有可能通过压缩病例数字 来安抚民间的不安情绪 同时鼓励企业尽快复工 避免更大的经济冲击 而在中共不断试图安抚民众不安情绪的同时 全球对疫情的重视却在不断升级 这些国家仍然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一种保持很严重的危险 全球的国家 美国接控中心周二指出 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能力 比17年前的SARS病毒更强 而且目前的致死率也值得质疑 因为中共提供的数据并不真实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天也表示 中国爆发的疫情可能会影响到全球经济 由于新冠肺炎已在英国的医护人员中 出现人穿人的病例 英国已在两天之内关闭了三家诊所 而新冠疫情在海外的重灾区 日本的钻石公主号邮轮 已从周二开始 疏散确认没有感染病毒的乘客 年长和有慢性疾病的乘客 被优先安排离开邮轮 2月11日香港又确认了7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 其中3名病患与居民集体撤离的 康村康美楼病患有关 目前香港的确诊病例总数已达到49例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在新冠肺炎爆发期间 武汉的百步亭社区大百万家宴 目前疫情严重 2月9号绝望的居民在网上求救 揭露当局掩盖疫情的真相 放弃了百步亭社区 网民野孩子的武汉百步亭居民 9号深夜在微博上发文 称绝望中写这些 目前百步亭处于无人管的境地 因为举办万家宴 很多人感染了武汉肺炎 武汉市的相关领导 为掩盖百步亭 有很多人感染这个病毒的真相 百步亭一个网格 一天只给一个核酸检测的名额 大量疑似和发热病人至今还在家 没有集中隔离 甚至还有重症病人四处奔波求救 并控诉武汉市直接放弃了百步亭 百步亭这边感染人数超过了预期 江岸区政府不敢报 政府放弃了百步亭 他们当地区域的领导为了 怕自己的乌砂冒掉了 就直接把他们封闭了 就不管了 他那边有9个网格 一个网格大概是4000户家庭 一天只给他一个确诊名额 一孩子文莫求救说 旁边的后湖街道 每天都有物资发放 人力补充 唯独没有百步亭社区 我们百步亭居民在绝望中 希望中央政府知道 我们百步亭的现状 求求你们 救救我们百步亭的居民 武汉疫情失控 当局正持续建方舱医院和征用隔离店 11号凌晨 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发布第11号和第12号通告 分别是发热患者不得跨区就诊 全市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 确诊患者或疑似患者所在楼栋单元 严格进行封控管理 武汉网友张先生透露 他所住的小区超市有电源染病 当局从今天起实施更严格的规定 百步亭社区为大楼型住宅密集区 包括多个小区 住户多达4万户 日前路没披露 该社区过半楼房都有人感染 该社区在1月18号举行万家宴 当时官方声称疫情可控 武汉却在23号宣布封城 新台湾记者熊斌李佩玲采访报道 武汉市民方斌曾经冒险调查中共隐瞒疫情 2月10号被中共抓捕 目前下落不明 2月10号下午 多位大陆网民在推特发消息说 武汉公民方斌被抓捕 大陆艺术家华勇说 武汉网民和方斌所在小区的保安人员告知 方斌于下午3点多被抓 是中共公安部下达的命令 由消防人员配合 2月11号大陆网友高先生说 10号上午有很多便衣和警察到方斌家抓人了 直至下午消防人员撬门才把方斌抓走 并从他家搜走几箱东西 高先生说 目前方斌面临极危险的处境 希望国际社会关注 中国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杨战青说 方斌被抓不意外 因为在中共通知下的中国是不允许翻墙上推特 更不允许民间去采访播报这些疫情信息 但是他呢都做了并且号召所有人都做起来 号召所有人去反抗暴政 那这些肯定是犯了大忌 杨战青说 方斌明知道自己处境危险还勇敢发声 当局担心会得到民间响应 所以必须抓他 消除所谓的杂音 方斌因不满中共当局掩盖疫情真相 于2月1号到武汉各家医院拍摄实际情况 当天他拍下武汉第五医院 5分钟内搬出8具尸体的影片 引起国内外轰动 随后方斌被公安带走 在舆论压力下他被释放 4号警方再次上门骚扰 方斌自此每天发视频向网民报平安 并发起全民互助运动 7号方斌在自制视频中 呼吁全民反抗中共暴政 9号他在视频中向大家展示了 全民反抗还政于民八个大字 直到2月10号下午 再次传出他被抓捕的消息 网民呼吁国际关注 新台湾记者陈汉 李韵 周天采访报道 中国广东省2月11号授权 当地县级以上政府可忠用私人财产对抗疫情 我解担忧是否会侵犯民众的权益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2月11号通过决定 授权广东省的县级以上政府 可以向单位或者个人 临时忠用疫情防控所需要的房屋 场地 交通工具以及相关的设施设备 宣称会做好登记造册 予以补偿 能返还的及时返还 除了广东 湖北省武汉市上周就已开始 征用高校的宿舍作为隔离病房 但是学生寒假留在宿舍内的个人物品 有不少被当作垃圾随意丢弃 有学生担心自己的各类证书会被扔掉 还有学生披露 校方欺骗学生会妥善安排私人物品 实际上却是老师觉得没用的就扔掉 更有学生担心消毒不彻底留下疑患 虽然校方事后宣称 如有财产损失会何时赔偿 但是学生表示难以自我证明物品丢失 这一校方推诿 摆明了不重视学生的私人财产 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利没有限制 没有监督 而且又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 所以任意的侵犯公民的合法财产权 是司空见乱的一个现象 而且经常出现了这些问题以后 当时没有任何救济措施 很大的程度上只能施压八亏 不止如此 云南省大理市卫生健康局 2月1号还应急征用了顺丰快递大理分公司 承运的598箱口罩 引发外界的质疑 应急征用边界在哪 新唐记者玲瀾纽约报道 周二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首席副主任 安妮·舒沙特 在华府记者会中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 绝对相信中国的真实病例数 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 中共官方周二公布 新型冠状病毒累计确诊已超过4万2000例 死亡超过1000人 对此美国CDC首席副主任舒沙特表示 依据各国病例数据与模型 绝对相信中国真实数据远高于此 湖北省日前宣布建立方舱医院 对所有疑似病患进行集中隔离 但被报实施简陋 根本不具备基本隔离和医疗条件 可能导致更严重的交叉感染 美国10号在加州确诊第13例新型冠状病毒个案 该病患是从武汉乘包机返美人员 一直处于隔离当中 此前从武汉乘包机首批反美的195人 周二上午已结束14天隔离期 在医疗人员评估无症状后就可回家 对于武汉肺炎疫情美国高度重视 本周在参议院也有相关听证会 专家也表示 在生死问题上 各国已经不再信任中共的数据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美国大选新函布什二初选 川普批民主党移民政策 中文字幕志愿者王凯迪 欢迎回来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晚 在新罕布什二周的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说 他批评民主党人的开放边境政策 将给美国带来严重后果 周一晚 川普在新罕布什二周发表竞选演讲 批评民主党人开放边界 引入大批非法移民 川普提到 目前修建的边境墙超过100英里 未来将超过500英里 墨西哥也派遣军队守护边境 川普表示 今年入境的非法移民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7% 川普强调 民主党人支持的庇护城市 成了犯罪非法移民的保护伞 川普还用农夫与蛇的故事 比喻民主党人引入非法移民 会给美国带来严重后果 演讲开始前 数千名川普支持者在会场外排队 支持者相信川普会赢得大选 中二 民主党参选人也将在新汉部12州进行初选 目前爱荷华州党团会议初选获胜的布地及格 之前民意领先的桑德斯 以及前副总统拜登的支持率 在11名参选人中暂时领先 新唐人记者 毕欣慈综合报道 下面请看一组新闻简讯 因武汉肺炎的爆发 斯科系统公司 脸书 亚马逊公司 LG电子公司 爱立信等行业巨头 拒绝参加2月24日将在巴塞罗那 举行的世界移动大会 而华为 中兴通讯 欧破和小米等中国公司 都将出席此次活动 世界移动大会是电信行业最大的年度聚会 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皮尔德拉·福尔纳塞火山 于周一早上爆发 当局关闭了通往火山口的道路 但游客和当地居民则沿着沿海的国道2号公路 观看红色的熔岩喷涌而出 并顺着火山的侧面倾泻而下 三星电子在周二发布了一款 方形可折叠智能手机Galaxy Z Flip 这款手机看起来像一个化妆盒 打开后则成为一款 大家常见的长方形智能手机 Z Flip手机将有紫色 金色和黑色三款 其价为1380美元 将于周五开始发售 纽约植物园第十八届兰花展 视觉艺术之旅 大家好 我叫曾阳 是法拉圣图书馆的馆长 我跟大家拜个年 我祝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欢迎回来 2月8号晚 神韵北美艺术团在美国 北卡夏洛特的贝尔克剧院 上演了两场演出 票房爆满 观众盛赞 这是一场试听饗宴 来自不同行业的观众都表示 他们从神韵中获得了 对自己专业领域有帮助的启发 Yes, it completely changed my idea of what the culture was like I'm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culture It obviously took a long time to develop all that many years Religious persecution I would hope that that doesn't happen here but I'm sure to some extent it does and it's always good to know that it can be out there and to be on the lookout for it The different tones that were used I think were interesting to me because you don't normally hear that in the typical Western I guess music would you say Yeah So that was fascinating to me The instrument the stringed instrument that they talked about I can't remember the name of it right now Yes, that was beautiful 观众们还表示 自己将把神韵介绍给更多的人 Tell them to come see it Oh, I'll tell them how beautiful it is It's just gorgeous It's quite a sight Great spectacle 新唐人记者王琼、月磊 美国夏洛特市报道 美国国家历史地标 纽约植物园 本周末将迎来第18届兰花展 下面就随记者去先读为快 色泽鲜艳 品种丰富的兰花 将纽约植物园的历史性建筑 奥普特温士装点一新 兰花展上不仅有大量私人收藏的稀有品种 花卉的展示也充满设计感 在紫色系的兰花花架下 流水从镜面组成的巨大兰花喷洒而出 轻轻拍打着飘落的花瓣 今年的主题是兰花展 杰夫·莱瑟姆的万花筒 由莱瑟姆带来大胆而丰富多彩的设计 莱瑟姆不仅是巴黎乔治五市 四级酒店著名的艺术总监 也是明星们的花卉设计师 在展厅间还有一个彩虹色的隧道连接 充满梦幻色彩 兰花展会一直持续到4月19号 为游人带来丰富的观想体验 新唐人记者宇婷·奥利福 女儿报道 挑战惊人巨浪 世界顶级冲浪者 奇聚葡萄牙 我是邱新叶法拉圣图书馆副馆长 很高兴和新唐人的观众在这里 向你们拜年 谢谢大家 周二 世界各地的顶尖冲浪选手 来到葡萄牙古老渔村 纳扎雷 挑战当地富有盛名的巨浪 众多世界顶级冲浪选手 周二 齐聚葡萄牙古老渔村 纳扎雷参加世界冲浪巡回赛 纳扎雷位于葡萄牙西海岸 这里有号称葡萄牙的传奇巨浪 也是冲浪选手发起挑战的热选 因为北大西洋的活跃风暴 世界冲浪协会早先预估 周二会有惊人巨浪 本次冲浪挑战赛 采用了独特的团队形式 共有十只双人队伍上场比赛 队伍当中的两人 要求一人冲浪 一人驾驶摩托 每个冲浪者必须至少完成两次越播 今年世界冲浪协会 分别邀请了德国 巴西 英国 澳大利亚 葡萄牙等国的顶级冲浪选手 巴西吉尼斯世界记录保持者 玛雅·加贝拉 和法国冲浪传奇人物 贾斯汀·杜邦 也来到现场向观众展示 精彩的双人滑 此外 2017年 打破记录的巴西冲浪者 罗德里格科隆也来挑战了24米高的惊人巨浪 吸引了不少世界各地的观众前来观赏 世界冲浪协会介绍 本次比赛还有另外一个亮点 传统来说 冲浪队伍只有男性组成 而今年首次纳入女性入队 组成混合冲浪队 新唐站记者颜希综合报道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全球新闻 再会 本次 Fifth First Madison